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权root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你正常的application直接能root的概率是越来越小的 因为Google的越来越严格的策略 然后在Android上的SE Linux的这样的一些metigation 然后就导致我们现在就是不太方便做这样的一个提权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以后的方向吧 就是说我们会先把我们的手机提到system权限 然后在system权限下再攻击一些驱动最后达到一个提权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次的分享主题也就是再讲一下 我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首先介绍一下我 然后我是Critium的 然后我的刚刚主持人有介绍 我是主要在研究ASP领域的漏洞挖掘 然后以及利用 然后制作一些ASP中的提权方案 只要是提权到system 然后小冬的话他只要是负责从system制作提权方案提权到root 然后我们也是来专业拥 如果刚才大家有去阿灵听 有听的话 可能也看到刚才那个阿灵听那个讲到的通用的root 也是我们team发现的 然后我这边再介绍一下 我们team就是前年15年成立的一个team 然后专注于挖掘Android领域的漏洞 以及制作root方案 然后我们到现在为止 是发现了131个 是获得了131个CVE 然后发现的话还有更多 然后是今年Google在6月份的时候 然后发了一篇blog 然后有说我们是最佳的 Android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团队 然后我们下面进入我们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安排是这样的 我会先讲一下USP的一个漏洞 因为我们在这边选到的一个漏洞 是一个One Day漏洞 是2016-6707 然后小冬那边也会分享一个 从System全线去提升到Kernel的一个 Wi-Fi相关的 Wi-Fi去弄相关的一个漏洞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One Day 既然我说它是One Day 那它肯定不是我发现的 对 它是Project Zero的Gail Mini发现的 然后它是发现了这个漏洞之后 它发了一篇blog 然后并且在它blog之中 把它的利用方案整个open source了出来 听起来好像很刺激 但是我实践了之后发现跑不起来 对 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上 做了很多的实践和修改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 在我们能提到System全线之后 我们可以工程化地去开发 就是用声语言去编写 然后去提权到root的这样一个工程 所以我们要准备这样一个稳定的环境 然后供小冬使用 好 我们下面先了解一下这个漏洞吧 这个漏洞其实在今年 在这个ASP漏洞发球领域中 其实还算一个蛮出名的漏洞 因为这个漏洞 讲到了一个mismatch的一个情形 这个mismatch情形到现在 应该还是存在着 然后我先讲一下细节 就是这个情形主要存在于 ash memory之中 然后在我们ash memory呢 它内部其实是有一个size的 就是可能大家看不太轻 我们再给大家听了 就是ASMA这个结构体里面 有一个size的这样一个成员变量 那么其实这个结构体 这个变量呢 它的size是可以通过IO control 去get set来控制的 我们大家先记一下这个点 然后我们往下看 往下看的时候 ash map它也实现了 这个iMap的这样一个接口 然后等我们调用iMap的时候呢 它就会调用到这里来 然后调用到这里来的话 这行代码也是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给大家讲吧 就是说它没有使用 我们iMap传入的 我们想要的那个长度 而是使用了我们刚才 IO control set的那个长度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 可能一般人都觉得 就是我iMap的长度 我iMap的多少 我得到了memory range 就有多少 但实际上的话 在ash mem里面 这个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更改了ash mem的 有效的那个ASMA里面的那个size 然后我们去调用iMap的话 然后我们以为 我们iMap到了我们想要的range 但实际上 我们只能得到 ASMA里面的那个 那么大的一个size 如果这样的话 在我们正常访问的时候 就会出现各种 奇奇怪怪的情况 然后直接sickport 好 知道了这个ash mem的背景之后呢 我想讲一下 就是ash mem这么一个问题 在一个很关键的结构体 在一个很关键的ASP的一个类中的 一个实现 这个类是beat map 是graphic相关的一个类 这边是一个beat map的create的一个操作 在create bitmap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去 我这边贴的是 从puzzle中去create一个beat map 但是一个beat map大概的create流程是 我从puzzle中去解析出长宽高 然后我们要的一个 还有要的一个透明度啊 相关的算出一个 我们要申请的一个size 然后拿这个size 带对端进程去做一个 iMap的操作 iMap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相关的地址啊 相关的东西都存在 beat map的这个 掉beat map的构造函数 去存进去 但是注意一下 右下角那根红线 右下角那根红线就是 beat map的 它的ash mem.size 它存储的其实 它此时存储的这个size的值 是通过掉 刚才那个我讲到的 ash mem的 get size的那个 iControl操作得到的 大家稍微记一下这个点 然后这个点 然后我们往下走 往下走走到这个 free的操作 free的操作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直接用了这个 ash mem.size的 这个值 然后作为 Unmap的一个lens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Unmap的lens 是从 的确是从ash mem的 这个ash mem内部 去通过lControl 去读出来的 而没有去相信 这个Unmap的 这样的一个lens 但是 一个有趣的点来了 就是 这是在同一个进程中 那假如说 我们跨下进程呢 就是这两个长度 就是我们Unmap 掉用的长度 和我们就可以造成 Unmap的 掉用的这个lens 和我们内部存储的 在beat map内部 存储的这个 ash mem.size 是可以造成一个 不相等的情况 这样一个不相等的情况 会造成什么呢 就会造成 我们在free的时候 去OB Unmap掉后面的memory 这个示意图 这是一张 刚刚我讲的 那个内容的示意图了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第一步操作 第一步操作的话 我们先 在我们本端进程 申请了一个bitmap 然后它的确它的lens 和它ASMA里面的size 是相同的 然后我们 在我们这一端 我们通过IoControl操作 把我们的ASMA的size改大 改大完之后呢 我们调了一个IPC call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对象 去序列化封装到puzzle里面 发给对端的其他的service 其他service在拿到 我们这个东西之后呢 它反序列化解析之后 它的确它会拿原来的这个lens 去做MAP的操作 但是它就把内部的那个size呢 就直接堵进去了 就是在刚才的 这个地方的这根红线 它通过Fd就直接堵进去了 而没有去做什么别的校验啊 或者多余的这样的 安全检查的操作 所以这就导致了 在最后 假如我们在对端进程 让这个bitmap对象 做do free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个 ob的unmap的一个情形 然后这样的话 不管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后面的 被allocate出来的memory 就也会被free掉 这是一个整个的 漏洞的一个情形 以及它攻击的一个背景 那么我们现在 打算用这个漏洞背景 去展开一个攻击 他们既然想去控制 system server的权限嘛 像hold system的权限 那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们肯定要控制 某些inmap出来的 有执行权限的memory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 控制程序的执行流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时有选择的就是 使用thread thread的内部 它有一个结构体 叫pthreadinternality 这个结构体 它的空间实际上 是inmap申请出来的 而且它上面 这个pthreadinternality 它内部还会存着站的指针 存着站的指针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一种情况呢 就是假如说我们把这段memory 控制了 那我们就能控制 这个现成的站 这个现成的站位控制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地 能控制整个程序的执行了 对 这就是我要控制的一个thread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要面对 因为我们想做的是一个 比较通用的 在OSP层 很多漏洞 它都是一个 比较通用的一个存在 那么我们想做一个 比较通用的方案的话 我们就 就想要 需要pass一些 slinux的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是在 Android 7.0上加上的 它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有secontext的 为devil和catchfile的 这样的一个 稳件标签的话 我们才能在 system server的进程中 去影射为 执行权限的这样的memory 那假如说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 shellcode影射过去 看上去好像不太可能 但是这个标签很有意思 这个标签的确 正常的应用都无法获取 但是其实它也 它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应用 在安装完之后 会被installd 这个进程所优化 它在优化之后呢 会生成一个odex文件 而这个odex文件呢 就会有这种 secontext的文件标签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shellcode 去装载在一个 Java的一个battery里面 然后让installd去优化它 优化完之后呢 我们找到那个odx文件 然后把那个文件 去迈平过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在system server的进程里面 去映射 有执行权限的memory了 好 就是讲了两个关键点 一个关键点就是 我们要控制程序的 执行流程 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 我们要在那边 对端的内存里 去获得一个执行的权限 那么这个是我们 整个的一个 OSP提权至system 权限的一个漏洞 利用的一个整体的流程 首先第一步 这是正常的system system server中的 内存的一个状况 然后第二行的话 就是我会堆喷 很多bitmap对象 我是怎么堆喷的呢 我是通过跟notification service 做IPC调用来堆喷的 因为notification service里面 可以允许我们 去发一个bitmap对象给它 然后它也会在 service manager的堆里面 去申请一个给我们 然后我们保证 我们的size都等于 这个thread size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去 我们是想去 unmap掉这样一个size的 pthread internal t 所以为了让它 整体的连续的排布的话 我们需要跟它申请 相同size的一个memory 然后我们堆喷完bitmap之后呢 notification service 还有第二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 以索引的形式 去尝试释放的 释放几个bitmap对象 那我们就释放两个嘛 因为释放之后 我们要填一个 比较关键的thread 这个thread叫 soundproof thread 我们为什么选 soundproof thread soundproof thread是 system server中提供 audio相关管理的一个thread 这thread启动完之后 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特点就是 启动完之后 它会直接陷入一个read的状态 然后会等待一个返回 那它就整个它的线程 就进入了一个sleep的状态中 那进入sleep状态中 我们把它unmap掉 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的ipc 靠主动把它从sleep状态中激活回来 这样的话它的程序站 其实已经不是它自己了 所以它就可以被控制执行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 soundproof thread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选择soundproof thread 并且把soundproof thread填进去 然后它soundproof thread 是由soundproof这个thread来启动的 所以它占了两个thread size的 这样的一个range 然后战胜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前面的这个bitmap对象 去释放掉 然后填入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个有问题的bitmap 然后把它的size 把它内部的那个hmemory的size 设定为两个thread size的 这样一个大小 这样的话 在它做free操作的时候 它就会把后面的这个 sample thread去unmap掉 然后unmap掉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伪造一个 这个sample thread 并且把我们的sharecode 并且把我们sharecode 那个mapping过去 当然这个mapping操作 肯定是要通过一些rp的操作来实行了 然后map过去之后呢 最后再跳入我们第二阶段的 这样一个工程化的入口方案的一个代码的入口 这是整体的 刚才我讲的这些整体都是一个 大致的一个漏洞利用的流程 好像我再讲一下 就是说我说作者那个 它跑不通 它跑不通的话 就是有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 就这个题目就叫我们需要一个精确的nope 在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漏洞利用的这个代码中 有很多adrp指令 我给大家讲一下 左边的这个蓝色的框框 它是我们攻击的应用 application 右边的这个是system server 然后我们需要呢 需要是把我们sharecode的装载到system server的进程中去执行嘛 而且我们这个方案中有个前提 就是我们为了让 让第二阶段的开发更容易进行 我们选择可以用C语言去开发 用C语言开发 这个是在64位的环境下 那GCC编译出来 它默认就会使用adrp去进行数据的访问 存取操作 然后我们是为了 让我们这个 让我们这个方便的操作可以继续的话 我们就保留了这个adrp的这个操作 adrp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做数据存储的时候 它会选择当前这个代码段的页对齐的位置 作为起始点 然后去计算偏移量 然后去存取这个数据 所以说如果我们影射过去的内容 前面有数量不均匀的这个nope的话 就会导致整个adrp的指令的执行是错乱的 就会导致adrp取出来的数据是不对的 然后就会导致我们整个方案 提前方案无法正常执行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需要把nope的指令恰好地锁定在一个页对齐的点 然后再保证mapping过去的shackcode 也是正好处于一个页对齐的一个入口的位置 然后至于说这边为什么要有这一堆nope指令呢 这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 再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为了绕过SE Linux的那么一个情况中 这个情况中就是我们需要用一个javabattery去 去把我们的payload填进去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battery在编译完之后 它处在那个它文件的offset的那个位置 它是不是页对齐的 所以我们需要让那个地址也是页对齐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这个nope 是需要一个很精确的一个值 然后需要保证最后这个nope的数量 正好能让我们的shackcode卡在一个页对齐的入口 所以最后的现象就是说 我们既要保证我们攻击的这个shackcode的代码入口 在页对齐的位置 也要保证影射过去的 它也在一个页对齐的一个入口 然后为了做完这一些 然后我们有看到这个图里面有说 就是我们的方案其实是拿两部分来写的 一部分是拿汇编去写的 另一部分真正的提权方案是拿c去写的 那么汇编这部分它做了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在做两个操作 一个是它要去提供一些更充分的 能调用系统库的功能 那为了调用系统库的话 我需要给我们的方案中提供 dlopen和dlsymbol的地址 这地方有个好处就是我们的application 和system server的附近程都是dicode 所以说我们的labc在内存中 加载的机址是一样的 所以说dlopen和dlsymbol的地址 也是一样的 我只需要获得 然后并且在rp链中 把它放在不同的寄存器中 最后传到我们的shackcode里面 就OK了 然后同时呢dlopen 如果大家有了解最近的dlopen的情况下 dlopen它也会检查一些线程的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再把刚才覆盖掉的 那个sample thread的那个线程站的一些 attributes 伪造出来 所以我们的汇编就做了这两件事情 对 这是我们对整个方案的一个修改 然后最后 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呢 是说简单一些 说我们假如说我们能把 提权相关的方案都放到一个so里面 我们直接dlopen dlsymbol去调用它 那岂不是很方便吗 然后我们就发现还有这么一件代码 也是在Android N里面存在的 就是它把其他的SEE Contest类型的文件的open 都禁掉了 然后就算这个没有禁掉 刚才那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内存执行的 其实也被禁掉了 所以就导致了我们最后得到一个最优化的一个执行方案的环境 就只能是一个我们就用C语言去再把我们的方案 漏洞利用方案去写进去 然后再用这个漏洞利用方案 据system的权限再去访问这个wifi的driver 然后再去提权到root这么一个情形 对 然后USP的漏洞利用部分其实就这些 也不是因为也是用了别人的one day嘛 我也是着重在讲一些我们的提高 然后下面有请小冬来跟我们讲一下 wifi driver部分的提权 大家好 我来介绍一下kernel部分的提权和利用 这个漏洞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漏洞 我们选择的这个漏洞是cve2017-0437 这个漏洞是存在于高通的wifi的芯片驱动当中的 它所在的文件是 它出现错误的文件是wlanhddcfg80211这个文件 那它首先是由我们公司的 陈豪在今年二月份汇报给谷歌 它影响到的一些手机的设备 比如说使用Nexus 5X和Pixel的一些 一系列手机 只要使用到这个驱动的话 它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漏洞的 类型呢是 再溢出的漏洞 为什么选择这个漏洞呢 是因为再溢出漏洞在提权过程中比较稳定 它不像堆溢出或者UIF 它需要一个堆喷 或需要一定的概率 那再溢出的话 如果你能控制它的返回地址 那就能够实现百分之百的控制它的PC 那它在利用上 采用了一个点 我们典型了占溢出的 漏洞利用的一个方法 我们通过修改它的返回地址 然后可以控制整个程序的PC 进而控制了程序的流程 那么再让PC指向Gazit 进而去掉了进程的Dress Limit 那么我们在实现的时候 在Nexus 5X的MTC-19V这个版本上进行了实现 首先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漏洞的 在原代码集介绍一下它的漏洞存在的地方 这个漏洞存在是在这个函数的 在这个函数 那它是在Zen上分配了一个变量 是这个ROAM Params 这个变量在后续的使用当中 是在这里边有一个循环 那这个循环的话 它有一个 它后面执行的动作 是向这个变量的BSSID Fury的这个数组里边 去循环 循环的去向里面拷贝数据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 是这个循环的次数 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应用程序去控制 那它如果它的次数 大于了它这个数组的容量 那么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它就会覆盖到 这个函数的在上的其他数据 另外一个问题是 这个数据本身的其中的内容 是可以我们通过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的提权程序来控制的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 循环的次数和循环的内容 像这个在上覆盖的内容 都是我们能控制的 基于这两点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再一处的漏洞 那么它就会控制到 我们就会改写到 这个函数的返回地址 当这个函数返回的时候 就会 我们就会拿到它的那个PC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出现问题的这个函数的 函数在上的这个变量 它的结构是ROM EXT Params 在它的这个结构体当中 有一个成员是BSSID Fiori的 那它的大小是只有16个成员 那么我们在后续的循环当中 我们可以控制它 向它其中复制任意多次的数据 那就会造成这个数据 改写到它后面的一些数据 改写到后面的比如说 这个BSSID Fiori的Factor这个数据 那么在如果改写的更多的话 那就会改写到 站上的返回地址 那么这个ROM V8的返回地址 是存在X30上 那么在函数的入口处 就会把这个X30 直接压占到函数的低地址处 因为在ROM V8 164位上默认的是函数的站 是向低地址处生长的 那么在应用程序的话 我们是使用了Netlink的一组 封装好的一组函数调用 那它是以NLA开头的一组函数 那这些命令的话 是在应用程序当中 会构造一些命令 然后进而调用到 驱动程序当中 处发到这个漏洞 这张图想要说明的是 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们的应用程序在 在用户空间 怎么通过一组函数调用 能够调到我们kernel的空间 它处发到它的问题函数 那么这组函数 是因为它需要 System Server的权限 这也正是因为我们 之前需要AOSP的漏洞 来提升到System Server 其中这部分代码 是在AOSP的System Server 里面去执行的 因为我们已经拿到了 System Server的权限 然后我们再调到 通过System Server 发送这些网络命令 处发到内核的 WiFi的芯片的 驱动的程序的问题 问题函数 那么通过这个循环 循环次数超过了数值的大小 从而覆盖到了 这个函数的返回地址 当这个函数返回的时候 就会不会返回到 NL8021WanderCommand的 这个函数上 会返回到我们 把它改写到的那个PC PC位置 接着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函数的控制权 内核的控制权 这张图想说明的是 整个函数的站 在变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函数站在 它是向下生长的 从高地址 从低地址向高地址生长 那么我们的问题的变量 是这个ROAM Params 其中的成员 BSSID Ferrorid Factor 那么它 我们的循环次数 超过了系统设计的 16个元素的时候 就会向高地址处 覆盖数据 那最终会覆盖到 Color的 Color的返回地址 那么当Color返回的时候 它就会返回到 我们错误的地址上去 那这会儿我们就让 让这个返回地址指向的Gazit 然后同而 经过Gazit的进行设计 来去掉 Address Limit Process的Address Limit 这样我们能拿到 任意地址的读写 这是 谷歌对 漏洞的一个修复 那它是 它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 它是加了一个 就是增加了一个 对数组变量的 数组变量 数组变量中元素的一个 复制次数的一个判断 那如果它大于了 大于了16 等于16次的话 那么就结束这个循环 因为它后面会有数据的拷贝 这样就提前结束 这个非法的数据复制 这张图是 想讲 就是我们 AOSP漏洞和Color的漏洞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程序 实际上分成了两个进程 一个是Kernel的PWN程序 Kernel的提权进程 和AOSP的提权进程 那么程序 首先是由 Kernel的PWN程序启动 那么它通过调用 AOSP的 它会调用 唤起AOSP的PWN 那AOSP的PWN 去准备Kernel的 所需的一些环境 包括这些数据 我们像在上覆盖的一些数据 是我们需要提前去构造出来的 然后进行Betamap的堆喷 在 在AOSP的漏洞处发之后 我们拿到了System Server的权限 System Server的权限之后 我们在 在AOSP的漏洞里面 去执行Sell Code 就是 刚才我们提及的一些 IRA的一些命令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将 AOSP的 这个进程的 Adress Limit去掉 从而可以得到 这个进程的 全地址空间的 任意地址的读写 然后 当这些 这些 工作进行完成之后 它会再重新 唤醒Kernel的 PWN程序 Kernel的PWN程序 再接着去 去掉自己的 Adress Limit 从而拿到 这个 Root的那个权限 这是一个 我们两个漏洞 结合在一起的 一个流程 因为很多 现在很多 驱动程序 像 文化学校 已经前面讲的 很多程序 是需要 越来越多的程序 是需要 System Server权限来打开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 这个漏洞 与OSP漏洞 结合在一起 来进行提权 下面有一个 我们 当时在制作过程中 一个演示的 一个视频 向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在屏幕下方 会写这些命令 是我们拿到的是 Kernel的一个 是拿到一个 我们手机的原始版本 原始版本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ID 当时现在是Cell权限 然后我们执行程序 换起OSP程序 然后OSP程序 来处发 内核的漏洞 来去掉自己的 进程的Adress Limit 然后再 调用Kernel 然后Kernel来去掉 它的Adress Limit 进行提权 那么最终我们拿到了 拿到了root权限 关于这个漏洞 我们在座有哪些问题 可以提问一下 我的讲解到此就结束了 有哪些问题可以 我们正常答疑一下 有人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 请问你们拿到root之后 怎么bypass SE Linux 对就是root的那些权限的限制呢 因为SE Linux实际上 它是有一个变量 在Kernel里边 有一个全局的变量 那么我们如果能拿到 这个全地 就是Kernel 就是进程的任意地址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掉 这个 主要是SE Linux Enable这个变量 我们把它设成 设成Disable就可以了 那么全局的 SE Linux就被关闭了 你是说 那个SE Enforce 那个变量吗 对 SE Enforce 因为你如果没有拿到 内核空 如果你没有就是 进程的 全地址的空间的读写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修改它的变量的 当我们去掉了 进程的 SE Linux之后 我们是对 整个进程的 全部地址空间的 任何变量 都可以进行读写的 那么将它的地址 将它的变量的内容 由一变成零 它就变成DC报的了 好的 谢谢 好 还有人有问题吗 我们还有时间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谢谢 谢谢讲师 那如果有任何 想要跟讲师交流的地方 讲师都会在这会场 然后可以 私下找讲师交流 好谢谢 谢谢讲师